最近俞成東表示,華為將會逐漸將鴻蒙系統引入到更多的平台中 這其包括智能手機,並且也有媒體報導了關於鴻蒙系統的一些更多消息 現在有了解到華為有望今年年底之前 發布一款至少配備有鴻蒙系統的手機,其加快鴻蒙系統的佈局 馬勇也認為,華為將在2020年底前推出帶有鴻蒙系統的智能手機 以便利用中國5G網絡的擴展優勢 鴻蒙系統在物聯網方面非常龐盪 但華為也必須面對未來智能手機新應用生態系統的挑戰 目前,華為尚未公佈其智能手機發布鴻蒙系統的官方跡象 而有關這消息的更多描述可能會在2020年華為開發者大會上展開 在此次活動中,華為將發布新推出的HarmonyOS 2.0系統 和EMUI11系統的更新 華為現在在微博已經放出了即將舉行2020華為開發者大會的預熱宣傳 在最新的圖像中還顯示它對新版鴻蒙系統的更新 和PC平台的支持 關於鴻蒙系統,在早前就有微博出現了 儀式運行鴻蒙系統1.0.1版本的智能手機 該產品為華為PC40系列 屏幕上可見可謂當前設備更新鴻蒙系統 大小為2.32GB 還有一個新功能的變更日誌 雖然無法確定當前的更新是由安卓系統直接跳轉鴻蒙系統 或者還是其他 但鴻蒙系統一定是對華為設備有全面硬件的兼容性 這也證明了華為之前的說法 如果需要,所有華為手機可以隨意切換至鴻蒙系統 另外以上的圖像來源 其根據微博用戶的說法 這可能是鴻蒙系統的Beta版 或許將用於測試 但也有人認為這是偽造的 但無論真假,事實上華為此前曾表示 現階段華為手機將繼續使用其設備中的安卓系統 只有在谷歌完全禁止安卓系統後 無法再使用才會全面轉向至鴻蒙系統 但這期間也不應該妨礙華為在不停的測試鴻蒙系統 鴻蒙系統作為華為自主開發的操作系統 於去年8月份正式啟動 該操作系統發布後不久 最早亮相的是在華為和榮耀的智能電視中 它最大的便捷性是支持跨平台生態 目前除了華為鴻蒙系統新消息外 還有說法是鴻蒙系統未來 也會將自己的華為HMS服務合併整合在其中 即在2019年5月開始 華為手機無法再使用谷歌的移動服務 GMS 華為變相用戶推出了華為自己的HMS移動服務 並且由EMUA系統為次建立了良好的基礎 下一個便是與之鴻蒙系統達通一切 除了以上 用戶所關心的是對於駕馭在安卓系統上的EMUA版本 雖然目前華為依然使用的是安卓系統 但用戶無需擔心關於後期軟件和系統的更新 雖然沒用Google Play 其智能手機的服務更新永遠都不會停止 其次要說的是 目前由於華為手機的用戶仍然在持續增長 並且現在該公司也實現了在今年第二季度 成為全球出貨量第一的智能手機上 並一舉超過了三星公司 數據來自IDC公司的2020第二季度數據 華為出貨量達到了5580萬部 三星為5420萬部 超越三星成為全球第一大手機廠商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 多謝 二星